大家好 我是大老K 本期我们继续来讲包比邓巴绑架案 上期我们讲到威廉因为绑架儿童被抓了起来 等待审判 这时出现了一些证人 他们说在包比邓巴失踪前 就见过威廉身边有这个叫布鲁斯的孩子 所以可以证明这个孩子并不是包比 但是这些证词却没有被采纳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威廉的这个职业上 因为他的工作是需要各地跑的 有点游牧性质 以至于大部分当地人对他身边 是否带有一个小男孩呢 记得不是太清楚 所以在有人帮他作证的同时 同样也有很多人表示 在包比失踪前 好像没见过他身边有这个孩子 这么一来啊 两方的证词也就都不采纳了 虽然当时的情况对于威廉是相当不利的 但是啊关于这个孩子的归属问题呢 还是存在很多不定因素的 毕竟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邓巴夫妇实际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表明 这个孩子就是包比 说到底呢也是一面之词 破西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啊 但只要威廉被判有罪 那孩子呢就肯定是邓巴家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向政府呢提出了把威廉从密西西比州 引渡到他们生活的路易斯安那州来审判 他的理由很充分 包比呢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被绑架的 所以如果威廉是绑架犯 那就应该适用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 当然破西这么做的原因呢 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大多数社会关系呢 都在路易斯安那州 在这里开庭的话 他的胜算就更大 可是对于威廉来讲啊 这可就倒了大霉了 因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啊 绑架儿童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但威廉也没有辙啊 先撇开悬殊的社会地位不谈 人家破西说的话也确实在理上啊 所以呢最终威廉被引渡到了路易斯安那州 可就在包比绑架案开庭前夕啊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竟然就是之前威廉口中提到的 布鲁斯安德森的亲生母亲 朱丽亚安德森 朱丽亚因为在报纸上看见了 威廉被捕的消息啊 特地前来为他作诊 朱丽亚明确表示 威廉之前说的呢都是实话 并无半句虚言 布鲁斯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也是他亲手把孩子托付给威廉的 照理说啊 亲生母亲都出来了 只要稍微一查就能知道 这个女人所说的是真是假 最起码他生没生过这个孩子还不好查嘛 可是这个女人的情况啊 太特殊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所有认识朱丽亚的人都知道 她是一个话题性很强的女人 她每到一个地方呢 就会和居住在她周边的男人们呢 传出绯闻 她在年轻时结过一次婚 但是不久后呢 就离婚了 之后就一直处于单身状态 不过单身归单身啊 她却一直都会莫名其妙的怀孕 布鲁斯安德森呢 就是她在单身状态下生的 至于谁是布鲁斯的父亲 估计没有人能有确切的答案 但坊间传啊 这孩子的亲生父亲呢 很有可能是威廉的亲弟弟 叫邦特 当然邦特自己呢 是不承认有这个儿子的 至于朱丽亚怎么会把孩子交给威廉抚养呢 她对威廉的解释啊 就是所谓的负担不起 她要外出谋生 但真实的原因是 朱丽亚又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呢 依然未知 她觉得啊 实在是太丢脸了 在这个地方呢 估计也是混不下去了 所以怀着孩子 跑其他地方生活去了 至于威廉之所以会同意 抚养这个孩子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她觉得这个孩子 应该就是她弟弟的种物 好 现在事情弄清楚了 确实有布鲁斯安德森的存在 那现在只要让母子相认 互相确认下 不就知道真相了吗 于是啊 法庭呢 就打算做一个实验 来测试布鲁斯和朱丽亚 到底是不是母子 首先啊 他们找了两个 和布鲁斯年龄相仿 长相相近的男孩 接着呢 他们把包括布鲁斯在内的三个男孩 同时带到了朱丽亚的面前 让他挑出其中哪一个 是他的亲生儿子 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也是对布鲁斯的一次测试 如果朱丽亚真的是他的母亲 那他也应该有所反应 大家猜猜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结果呢 非常耐人寻味 布鲁斯对朱丽亚没有任何反应 朱丽亚也表示这三个孩子呢 都不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下子 舆论的天平 再一次的倾向了邓巴一家 但就在测试结束后的第二天 朱丽亚就反悔了 他表示说啊 自己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儿子了 小孩子变化大 一下子没认出来也是情有可原 而且当时测试的房间光线很暗 自己都没有看清楚孩子的脸啊 但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这个包比邓巴呢 就是自己的儿子布鲁斯安德森 可惜这个时候啊 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的话了 这下子 威廉惨了 本来呢 指望着朱丽亚来了 能救他于危难之中 可谁知道啊 上来一个猪队友 不但没能救得了他 反而朱丽亚自己啊 差点被冠上了同谋的嫌疑 事情走到了这一步 威廉呢 也只能靠他的辩护律师了 这个律师呢 还是挺负责的 他帮威廉呢 找了很多的证人 来证明 包比邓巴失踪时 威廉身在密西西比 他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可没想到的是 检方同样也找到了 好几个证人 证明在案发时啊 威廉就在路易斯安那州 那么综合所有的证据 法官认为 之前在威廉身边的男孩 应该就是布鲁斯安德森 但是呢 在某个时间 这个男孩被换成了包比邓巴 所以认定威廉绑架罪成立 最终呢 通过陪审团商讨 判处威廉乌尔特斯 无期徒刑 很明显啊 这次的审判是仓促的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孩子是包比邓巴 那么布鲁斯安德森在哪里呢 朱利亚因为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判决 一气之下呢 就病倒了 威廉的律师和朋友也都认为他是无辜的 所以在判决下达后 他们依然在想办法为威廉申诉 虽然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被送往了新阿尔良联邦监狱中服刑 两年后通过律师和志愿者的努力 包比邓巴绑架案因为证据链不足而取消了对威廉的指控 威廉也在服刑两年后被无罪释放了 虽然威廉被放了出来 但想要把孩子要回来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了 而且社会舆论呢也大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包比邓巴 这就是此案的所有内容了 后来啊朱利亚安德森通过这起案件呢 又跟威廉的辩护律师的表弟好上了 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结了婚 朱利亚呢最终为他生了八个孩子 至于包比邓巴呢 从此就和珀西夫妇生活在了一起 长大后珀西把他送去了一所军校学习 学校毕业后他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 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生活 他的职业呢是一名电力工人 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啊 邓巴家不是很有钱吗 他怎么会去做一个工人 原因很简单 因为珀西邓巴去世后啊 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包比的弟弟阿龙佐 1966年3月8日 包比邓巴呢死于心脏病 享年57岁 包比死了 但是围绕在他身上的谜团呢 却一直没有解开 大家都想知道啊 这个包比邓巴到底是不是包比邓巴呢 还别说 不仅大家想知道 包比邓巴的后人也想知道真相 1999年 包比的孙女马克力特 开始调查当年的这起绑架案 他先后访问了朱利亚安德森的后人 以及威廉乌尔特斯的后人 他得到的信息越多啊 就越觉得他的爷爷可能真的不是包比邓巴 就在失踪发生92年后的2004年 马克力特说服了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包比邓巴的儿子 罗伯特邓巴 以及他的另一个爷爷 阿龙佐的一个儿子 两人各提取了一份DNA样本 经实验是比对 结果是完全不匹配 困扰了世人将近100年的谜团 终于解开了 消息一出 最开心的莫过一乌尔特斯家族了 也就是威廉的那一家子 他们特意为此事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向全世界宣布 威廉乌尔特斯是清白的 他不是绑架犯 只可惜这个正义似乎来的晚了一点 当然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啊 包比的儿子罗伯特之所以会同意提供DNA 他的本意呢是想证明自己就是邓巴家的人 可最终结果却是所有包比的后人震惊不已 因为这是一个有结果的案子 所以我们呢也没有什么脑洞好开的 但是我依然想要发表一下自己对此案的看法 纵观整个案件 你们觉得珀西邓巴当年真的认为布鲁斯就是自己的儿子包比吗 我个人觉得他打从看见布鲁斯的第一眼就知道 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但失去儿子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 这个布鲁斯呢又有那么一点像包比 所以啊要求把布鲁斯带回家养两天再确定身份 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把孩子带回家 看看能不能很好地融入这个家庭 布鲁斯的到来能不能给邓巴夫妇减少一点痛苦 事实上呢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感觉 所以啊后来才决定通过自己的地位和金钱夺走这个孩子 从珀西死后遗产分配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他们是完全知道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这起案件呢不应该叫做包比邓巴绑架案 应该叫做布鲁斯安德森绑架案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